欢迎来到万门大学环境经济学的课堂 我是郑伟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跟上节课完全不同的 看待环境问题的角度 那就是公共物品理论 事先说明 如果你是一个实干家 致力于用自己的利滥改善环境问题 那么本节课内容完全没有用 不论你是做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还是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等等研究 本节内容都完全没有用 但是公共物品理论 却是我们在探讨环境问题时 最常听到的理论 我本人上过的本科 以及硕士或博士的环境经济学 环境社会学 环境法 环境政治学等等课程 全部都听到过这个理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理论具备了两个广泛传播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 它听起来高大上 第二个 极其容易理解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废话 其实我本人觉得呢 很多社会科学的理论 都可以归到包装精美的废话这一类 但是啊 知道了这个理论 能极大的提高 你谈论环境问题事后的格调 在别人都只能谈论其皮毛的时候 如果你能说出公共物品理论 那对于异性的吸引将会多么大 哎呀 咱们跑题了 闲话少说 咱们正式开始 公共物品理论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篇论文 叫工地的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讲的是啊 圈地运动时期的英国 在私有化的牧场以外呢 还有公有制的牧场 所有周围的居民都可以在这片牧场放牧 这种公有制的牧场被称为工地 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啊 牧民在工地上放牧毫无节制 大家养牛的数量太多了 以至于整个牧场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 很快牧场就失去了蓄木能力 而这些利用工地放牧的人 只能共同承担这个损失 比如说这片牧场可以持续的喂二十头牛 但是大家一开始就放了四十头牛 所以一头牛都喂不好 而且很快牧场也脆化了 第二年可能连草都长不出来了 这是因为这些牧民太傻了吗 当然不是啊 尽可能多的放牧 恰恰是每个牧民的最有选择 因为成本是由大家承担的 而放牧的收益却归私人 这里我们可以用上节课讲到的腹败不幸来解释 也可以用博弈论来解释 但是根据工地的悲剧 另一套解释系统也逐渐的流行起来 那就是公共物品理论 根据公共物品理论 所有的物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属性 第一个是竞争性 第二个是排他性 听起来很厉害 咱们一个一个解释 首先说竞争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东西一旦我用了 会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使用 比如说公共的牧场 我的牛吃了这片草 那别人的牛可能就吃不了这片草了 因此我们说公共牧地具有竞争性 那什么叫排他性呢 顾名思义啊 如果我是这个东西的主人 我能不能阻止其他人来使用我的东西 比如说老式的无线电台 如果我是电台的主人 那基本上我这个区域的人 任何人只要买了收音机 他们都能收到我的电台 我不能不让他们听 因此说无线电节目就不具有排他性 所以根据有没有竞争性 有没有排他性 我们就有四种组合 也诞生了四种商品 首先来说最简单的 如果一个东西既有竞争性 又有排他性 我们就叫它私人物品 比如说 我在商场买了一个汉堡 这个是汉堡啊 如果我吃了 别人就吃不了 因此说这个汉堡就具有竞争性 谁没经过我同意吃我的汉堡 我就会揍它 如果揍不过 我就会画个圈圈诅咒它 这样就具有了排他性 基本上我们在商场买的各种商品 都可以归到私人物品一类 其次呢 如果一个物品既没有竞争性 又没有排他性 我们就叫它公共物品 或者说纯公共物品 比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国防 这是一个小坦克 对于一国国民来说啊 我享受了国家给我带来的安全感 别人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安全感 所以说你很难让谁享受不到 国防带来的好处 因此国防就没有排他性 这种物品在现实中并不多 因此每个讲公共物品理论的人 都会用国防来作为例子 我本人也听过七八遍公共物品理论了 无一例外 不过我们的课程比那些课程要好 所以我能给大家举出其他例子来 那就是我国的盗版电影和盗版游戏 然后是两个比较绕的类别 如果一个东西具有排他性 但是没有竞争性 我们就叫它俱乐部物品 Club Goose 这个就是由俱乐部这个形式来的 比如说视频网站的收费电影 我看了这部电影 不会让别人看不了这部电影 但是这些视频网站 就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 来阻止一部分人来看 就像俱乐部的会员制度一样 作为这个物品的所有者 你使用它对我本身没有什么影响 但我就是不让你用 你不服来咬我呀 最后一个是环境问题中 常常遇到的类别 就叫公共池塘资源 感觉中文翻译好奇怪 我们还是用英文叫它 Common Pool Resources 这类物品具有竞争性 但不具有排他性 典型的例子就是公海的鱼类资源 这是一条鱼 现在的科技发展 已经让我们能很轻松的 给一片海域的鱼类种群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基本上说我补多了 你就没得补了 但由于是公海 所以你又不能不让我来这里 大部分的自然资源 都可以归到Common Pool Resources里面 也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公有牧场 这就是公共物品理论的大概内容 简而言之就是分了个类 为什么我说它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呢 首先来说 在现实中 竞争性和排他性中间的这个线是没有的 对于具体某个东西而言 可能我们很难一下子判断它 是不是具有竞争性或者排他性 比如说中午北京的二黄路 我在上面开车了就会影响到别人飙车 因此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但是我开车了别人也还能开 只不过堵了一点 所以又不是纯粹的竞争关系 那它应该放在哪里呢 如果说没有了中间这个十字 可能我们分类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一个分类的理论 还弄的不是那么容易分类 我要你有什么作用呢 其次啊 它真的就仅仅是一个分类的理论 它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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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 它除了分类什么也干不了 有人说了不啊 你分类了我们就能根据不同的类别 来制定相应的措施啊 当然这里的友人就是我的第二人格 有时候为了能让课程继续下去 我不得不跟自己的对一下话 但事实上呢 现实中的解决办法 并不是根据物品所在的哪一类来制定 而是根据其竞争性 或者排他性的强弱来进行 排他性弱的物品 我们就加强其排他性 也就是所谓的明晰产权 这个事我们后面再谈 竞争性强的呢 我们就用市场定价 使得资源到最需要他的人的手里 或者说白了 他的解决办法还是说 像我们上节课讲的 将外不性内不化 也就是说最终迟早 终将我们会回到 上节课我们做这样的概念 那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还要多出中间这一步呢 正是因为这个理论啊 外表狂霸酷炫 内在简单好计so easy 是想在酒席饭桌上 推杯换转之间 大家都有三五分醉意 在互相劝酒吹牛各种庄的时候 如果哪个不长眼的人 一旦聊起来环境问题 你能拿竞争性和排他性 跟他砍一砍国家的能源安全啊 深山老林的开发呀 远洋鱼类的资源呀 工厂污染排放啊 那时候 凭谁问 连泼老椅上能车缝 哎 啥也不说了 都在酒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